好 各位奇友大家好 这半期是2012年进行的围甲联赛的第16轮 由黑方 柯杰 对战白方 李宣豪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看看十多年前 柯杰和李宣豪之间的对决 李宣豪好像最近的战绩也不太行 等级分第一的宝座还没有武热 马上再次被柯杰重新夺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盘棋 这一盘棋 开局白棋一金利甲 这个其实是以前走的比较多的一个定势 黑棋靠三三的时候 白棋拆二 黑棋飞牙 这个地方呢 如果说白棋联络的话 不管黑棋是怎么下 反正顶住就比较舒服了 这个跳相当于跟白棋底下挡住交换了一手 便宜到了 实战呢 白棋搬 黑棋下来有大致两种选择 一个就是继续联络 白棋连回 那这个就比较普通了 黑棋再来一手飞阵 白棋小飞 因为黑棋的这个棋型啊 已经比较舒展了 所以说 可以局部脱先 实战 黑棋压过来 然后白棋并没有跟人印 而是拖回 这里双方下的比较契合 黑棋因为你顶也没用啊 顶的话白棋断 你也打不下来 打的话就成 所以说只有七两啊 成一个 顶住 白棋打吃 黑棋反打 白棋再三 这个下法 白棋的这个失控啊 非常的多 黑棋底下呢 暂时不太好走啊 你要是挡下来 速度太慢 白棋可以先挂一个脚 以后这颗子还可以跳出 你要是跟着搬的话呢 那这个效率也太低了 实战 黑棋 手脚 非常大局的一手 白棋分头 黑棋 逼住 白棋 挂脚 顺势 拆三 黑棋 小飞 手脚 白棋 靠完周 搬 在十年前 能下出这样的一个下法 还是 比较这个 超前的 一般现在 这个走法比较多 以前像这种 这个 比如说小飞啊 对吧 黑棋如果说 尖个三三 那白棋 飞回 搭出来一个堡垒 这个白棋完美 实战 靠完周 搬 黑棋 打吃 沾上 白棋 爬回 光看这个右上角啊 如果说 不看这个对局时间的话 还以为是 现代的这个棋 这个就是 现在流行的 一个定势下法 接下来 黑棋 打入 白棋 贴住 那黑棋 脚上 断点 要补 立下去 白棋 靠压 现在呢 也看黑棋 怎样去选择 如果说 黑棋 想要 着重的来发展 右下的潜力 那就可以选择 棋子 直接搬 白棋 断完之后 黑棋 打吃 贴回 这样白棋 两颗子 弃井 也只有打吃联络 以损失 边控为代价 在外侧 形成一个 这个 暴雨圈 以后底下 想围控 就 比较的方便了 当然黑棋 也可以先脱先 走其他地方都行 这个时候是黑棋的先手 实战呢 科捷也选择 更为实惠的 顶完之后 搬 把这个边控 先拿到手 并且 正下 还瞄着白棋 整体不红 白棋 接下来 搬 先手 长一个 把这里 走得舒展一点 马上要这个 靠下去 黑棋 跳出 那这里 白棋肯定是认为 比较厚了 所以说拖先 这也是正常的 一个想法 这个时候 白棋底下来了 跳一个 黑棋挺头 白棋 二路小间 既不断 又联络 一字两流 下一手棋 黑棋右上 尖刺 然后直接点 白棋当作 自己是后视 但是呢 黑棋并不这样认为 在 克杰的眼中啊 这块棋 完全就是一个 枯起 毕竟你现在 严格说 只有右边 这一只眼 那这一手棋呢 恰恰也是命中了 白棋 棋型的 要点 你如果说 又想作严 又想把这里 联络完整的话 那就碰在这 但是这两手棋的交换 很显然 黑棋便宜到了 以后呢 还可以继续 这个定型 如果说周围 有黑棋的 这个配合 那就斑 断 那就作战 不行的话 就尝出来 总归黑棋 这里便宜 实战 白棋 是从底下 靠出 尝一个 这个也不见得好 黑棋 坚持 现在白棋 肯定是 这个 顾头不顾尾了 你如果说 站在这的话 那就完全错误 被黑棋 冲一个之后 他可以外边 补断 这样白棋 直接被缠绕攻击 右上角 这块呢 你这个 如果说 二路打拔 活棋的话呢 可以 黑棋贴住 你这个双板 怎么办 这个棋 在科杰面前 那应该是 必死无疑了 你要是这个 比如说 拐头 这样飞出 我说多压一手 再飞出 这个都无所谓 那黑棋 把右边 这颗子一沾 白棋 上面出头 也够呛 因为周围 全是黑棋的子 不管 黑棋是 继续四路飞 边围控边攻击 还是说直接阵头 阵过来 强攻白棋 白棋都是 这个 熊多吉少 实战呢 白棋站在这 是正确的一个方向 这两颗子 黑棋随时可以断吃 这个都是黑棋的权利 基本上 黑棋断这的话 白棋就要断在这 然后形成一个 弃子取势的局面 其实正直接吃的话 黑棋吃的并不大 也就是莱姆齐 反而会把白棋中间 给走后 实战呢 黑棋先保留 挂脚 下得非常灵活 白棋尖顶完之后 飞 走定式 黑棋力二拆三 因为这个 考虑到左下脚 是一个白棋的硬头 所以说这个地方尖顶 在那个时候 看来的话 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十多年前像这种尖领令式也是分场合的 不是像现在AI时代 这个 就当做一个最为常规的走法来下 那个时候认为 如果这个 比如说边控啊 还比较空旷的时候 尖领是亏的 但是现在这个AI已经把它修正了 实战黑棋力二拆三 白棋 二路翻毡 直接把脚上给补扎实 并且让黑棋变薄 以后左边有二路夹 之后黑棋上方拆边 其实这个拆边也是为了右边的这个段做准备 再断上去的话就可以大吃白棋了 那白棋呢也就先断上来 趁黑棋还没有断之前 把中间给走后 黑棋就直接退堵机 退过去 白棋再长 那下一手棋黑棋飞 那右边断这个显而易见的价值 那这边可以全部成空 所以说白棋沾上 这一沾不仅是救回这两颗子 而且后续的这个上方的尖刺 包括再飞进去 可以把黑棋这里的空啊 全部给掏光 下一手棋 柯姐也把最后一个大场一占 底下拆 白棋上方刺一下 黑棋沾上 那接下来这个最大的地方 显而就是在这个右下角 黑棋已经形成两翼张开 按照现在的这个手段来讲的话 最为常见的 这个选点啊 就是碰心位 黑棋搬的话 白棋反搬 那这样黑棋打吃力 如果说是布局呢 白棋可以先断一下 像这种情况 白棋急于出头 那就压出来 这样黑棋一般来讲会虎 但是考虑到右边 这块棋还不虎 被白棋分断呢 也是非常的苦 所以说黑棋大致还是要拐回 联络 白棋再飞压 这样呢 这个已经最大程度的 把黑棋的角控啊 压缩了不少 而且白棋这块啊 可以跟中间 以后这个交相呼应 也不至于说 被黑棋会缠绕攻击 实战白棋碰在这个里面 可以说这一手棋 就成为本局白棋噩梦的开始 下一手黑棋搬 白棋长一个 黑棋也没有选择强杀 去这样贴住 而是非常大局的 粘在外面 这一粘的话 黑棋立马变后 而且白棋这个角 那你要想近活的话 不可能 我们来看看 白棋想要这个生存的话 会怎样定型啊 先冲 挡住 黑棋不要去粘啊 粘呢 被白棋直接就 比如说底下一扳 一粒 活棋 这一棋要立在这 白棋先断的话呢 黑棋也不要去三路打啊 三路打 被白棋这里挡住 先手 再来一个扳力 就活了 黑棋要拐打 白棋长的时候 黑棋爬回 接下来呢 白棋挡住肯定不行 挡住的话 被黑棋直接搬沾 里面是死棋 要搬在二路 这样扩大掩位的同时 紧住黑棋的气 黑棋搬下来 白棋倒虎 那黑棋只有点杀 点完之后 飞 白棋一直也 但是呢 外面黑棋 还有一定的保卫 这个地方 白棋可以选择断打 再断 首先啊 因为这个白棋中间 有一根棍子 所以说黑棋如果说 直接往底下尝的话 外边三颗起筋 被白棋打吃完之后 再打先手 拐打 会被直接挣掉 这个是刚好白棋挣子有力的 黑棋崩溃 所以说白棋断的时候呢 黑棋要先从这儿打 白棋不能跑 白棋跑的话 这个地方就黑棋挣子有力了 所以说白棋想活 只有从这儿去翻打 再打吃 黑棋拐打的话呢 白棋提结 就是一个打结活 斩的话呢 白棋要小尖 黑棋冲 白棋就度过 还是一个打结活 然后白棋可以找一些本身结 比如说像这里的打吃 再提 这档下的话 白棋倒是有机会生存下来 毕竟黑棋的结材也不多 大致呢 还是像左上角这一类的 这个比如说碰在这儿 点在这儿之类的手段 这个节 白棋可以拼一拼 实战白棋 飞在二路 这个看上去是个手精 黑棋冲一个 白棋挡住 下一手棋 黑棋要注意 这里千万不要随手去二路搬 因为被白棋 沾上先手之后 再一冲 黑棋不好杀了 你不可能挡住 挡住的话 被白棋断 这个黑棋回不去的 长的话呢 白棋冲出去 你再长白棋小尖 这样就直接出头了 所以说班是一个臭棋 实战黑棋力 好奇 因为白棋现在冲 你不管怎么走 这个黑棋可以直接挡下去破眼 白棋还是死 接下来白棋再绣连环手精 二路托 这个棋的话 黑棋要是单长的 白棋活了 站上 你冲一个 他站上 再拐头 这个是一个最为经典的 死活成形之一 白棋是 往一路小尖 这样就是火棋了 你不要去立 有时候立在这儿 被黑棋点 再走的话 再一搬 里面就成为一个盘角去四 这样白棋是死的 所以说走在这儿 近乎 实战呢 黑棋还是下得非常的狠啊 不给白棋任何可以喘息的机会 冲 白棋再冲 黑棋单长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出来 白棋刚才这手二路托的这个用意了 就是景气 当白棋冲的时候 黑棋挡不住 下一手棋 黑棋单长 白棋再冲 黑棋再长 然后白棋挡下来 这里黑棋扳的话 白棋确实也是局部不活啊 但是小尖出头 黑棋还是没有办法拦住 你要是照过来的话 白棋就两边冲就行了 黑棋是扳不断的啊 这个打持直接就连回了 那下一手棋可以说 这个科捷下的是非常的妙啊 往这个地方去封锁一步 这一手棋一键双雕 首先呢 用一个铁壁牢笼 把白棋右下角关押进去 除此之外呢 中间这颗棋筋马上就要贴回 所以说这个选点 真的是这个非常的巧妙 那白棋不敢补了 你要是在比如说加吃的话 黑棋底下一扳 你这个头是肯定出不来了 黑棋随便封锁一下 白棋直接被捂死在里面 那只有作严啊 活棋 黑棋把中间这颗子一贴住 白棋挖毡 黑棋再补 这样的话呢 由于这个白棋右边这个打持是先手啊 所以说整个旁边的这个大龙已经活了 但是中间这根棍子 瞬间被黑棋给切割开了 这块棋危险了 之后看白棋表演这个滋骨 大跳 黑棋跳刺 先破眼 白棋挡住 下一手棋 黑棋再点刺 连环夺命杀招 把白棋继续 走成一个这个贪吃蛇的形状 像这种形状呢 这个反正眼卫到现在为止看不到 下一手棋 柯杰再次发力 左上角这个三路拖 可以说真的是让人学到了 这一手棋下出来 那只能说这个 柯杰啊 把全局的节奏完全掌握在手中了 这个棋真的是 让白棋很难应付 你要是这个虎在脚上呢 那不像话 被黑棋顶一个 是吧 我就算从这儿搬回 木树相当便宜 那白棋不能接受 你要是尝一个呢 外边联络完整 但是脚上味道俱叉 黑棋有这个二路小间的先手 还有这个二路跳 你怎么杀起啊 你要是点杀 几个联络的话呢 黑棋可以 沾上 扑 打持 锦气 外边咔嚓一段 白棋当场阵亡 这个两边肯定都得死 所以说这个长的话呢 也是非常难受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实战 李宣豪选择顶住 算是一个正招了 但是接下来黑棋这一手长三三 又让白棋这个头很痛 我们注意到外边都是黑棋的子啊 你这个地方不能不补 你比如说逃跑中间啊 黑棋马上咔嚓一段 直接出棋 黑棋真子有力啊 所以说你得虎一个去补断 那黑棋接下来再往中间飞 看上去啊 好像左上角也没有搞出什么东西啊 黑棋是在送死吗 对吧 走了半天又回到中间去攻击白棋 其实不然 左上角啊 黑棋已经布置好了一个定时炸弹 就请问你白棋敢拖签吗 你要是拖签 比如说往中间继续置顾 黑棋左上就小尖一个白棋就 动不了了 团住的话到虎 打驰做节 黑棋无忧见 然后白棋中间还有个孤棋 对吧 就拿你这块棋开刀 左上的节不是随便都能打赢吗 况且你中间说不定还不活呢 这个节打不了 那白棋如果说点杀的话呢 黑棋上边班先手 几个先手 我再挡住 打驰我就开节 又变成一个打结伙了 所以说这个里面的味道是相当的差 肯定是有个节在里面 白棋呢 也是走钢丝了 在中间 这个贪吃蛇还不活的情况下 赶快往左上角去补齐 但是这手棋 等于说白白浪费了一手 被黑棋中间再补一刀 黑棋的这个钢丝网啊 已经把白棋的咽喉 死死的给牵住了 那这个棋白棋怎么办 完命的突围呗 先靠一个 黑棋搬 白棋尖顶 黑棋挡住 都是巨俗的找 但没办法 为了生存 接下来白棋搬出 这里的计算量是非常大的 我们跟着AI的这个脚步啊 来一起欣赏一下 这里的变化有多么的纷繁复杂 首先黑棋最能想到的 就是这个断打 白棋沾黑棋撑 那上边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的 就看左边黑棋能不能扛得住了 白棋下来可以扭断啊 这里黑棋要是冲吃的话呢 白棋断打完之后再打 这边产生一个结 白棋的眼位也会好不少 想进杀不容易 黑棋如果说先往这儿打 再沾上的话 那白棋可以打持在这儿 你不可能承啊 承的话白棋一沾 先做出来一只眼 黑棋左边有点支离破碎的这个意思 那黑棋说翻打 翻打完之后白棋沾上 打持先手 黑棋沾 白棋再往上断 棋从断出身 这个地方就是很好的一个诠释 那黑棋两颗子得跑啊 比较精致的一个长期手段 就是这个翻打 那再拐打 联络 那白棋就往上贴回这个棋筋 好 接下来 黑棋左边这一块不活 然后呢你要是 扳头 紧住白棋中间的气 那白棋还是有办法 不要看白棋中间只有四口气啊 这个地方白棋可以大做文章 直接往上贴住紧气 你也不可能收气啊 收气三口气 白棋扑 打吃 先手 沾上 再一贴 快一气杀黑棋 直接秒杀 那黑棋说 当白棋这个贴住的时候 我往上跳 延弃 可以 那白棋还有方法制裁 这个黑棋啊 打吃先手 拐打先手 再打吃 还是先手 黑棋站 白棋可以依然利用这手扑去紧气 那你提掉我再打吃 站上的话 白棋来一个致命一挖 黑棋立马死掉 冲驰 断打 再打 接不贵 几个也没用 打吃 沾上 再一打 直接一气收掉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啊 我们仔细的去摆了一摆啊 虽然说这个黑棋好像可以快速紧住白棋器 但是上边这个地方 可以说是漏洞摆出 黑棋扛不住的 所以说实战柯节的这手跳 是非常冷静的一个杀招 直接规避了这块黑棋被反杀的这个可能性 接下来白棋往底下夹 继续寻求掩位 黑棋虎一个白棋再飞 飞的话就瞄着中间的段 所以说黑棋虎在这儿 去补棋 不要去虎在这儿 虎这儿的话 被白棋这儿多一手刺 那这个掩位又好不少 实战黑棋虎这个 白棋贴住 那黑棋再往底下去封锁 其实现在我们就简单的来判断一下这个形势啊 或者说从胜率上来看白棋都不太行 因为白棋最大的这个空也就是左边两个角 右边基本上也就加起来什么其样子 黑棋呢不仅是上边这里围住 右边这一条边底下也有空 左边也有潜力 而且一定可以通过攻击白棋大龙啊 最终获得一些便宜 这个时候是黑棋的胜率大概是80几 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白棋拐头 黑棋贴住 这个棋第一杆可能是斑 斑的话呢 白棋有这个反斑啊 就还是味道不太好 断的话它长 底下有这个铐段 是吧 你要补 比如说再贴住的话 这里有这个铐段 就走成一个相似段了 你补这个底下的话呢 那这里又有这个打吃 然后包围中间的这个七野井 所以说实战 白棋搬的时候 黑棋断 白棋成 黑棋是杀不了的 那如果说黑棋虎一个呢 白棋可以虎下来 这也没办法杀 你打吃 连回 白棋中间有这手打 再冲 这边已经有只眼了 你也不可能补下面啊 补下面被白棋这么一打吃 再一成 第二只眼马上做出来 火棋 你打吃左边 破这只眼的话 那白棋可以中间先去紧气 黑桥破眼 那白棋底下断打 黑切也不能成啊 成的话被这一拍死掉了 那你只有成 成的话白棋再一拍 底下靠完之后再一起 沾上 贴住左眼 两眼火棋 所以说这个地方啊 柯杰肯定也是考虑再三啊 觉得这个班被白棋反班之后 杀不了 所以说黑棋采取这个贴回的下法 接下来 白棋往上打吃 黑棋沾上 白棋再沾 这里黑棋 有很多会犯错误的地方啊 像这个地方就不能断 断的话呢 白棋有这个打吃完之后 扳的枪手 这样黑棋明显不行 你要是这样打吃 再打的话 白棋直接反打 从后面就把黑棋给冲烂了 反杀了 你要是打吃在这儿的话 那白棋沾 你再冲断 白棋断打完之后 这个扑又来了 这个扑快速收气再一打 黑棋沾不上 这样白棋全部连通 但是黑棋是什么人啊 黑棋可是可洁啊 这种地方是不可能犯错的 实战黑棋变一个 又是非常冷静的一生 白棋冲 黑棋沾上 反正到目前为止 白棋还没有一只明确的眼 只是知道中间这个地方 打吃在冲 有一只后手脸 接下来上边这里呢 白棋也这个比较的为难 你要是虎在这儿呢 被黑棋冲断 还是没有眼 斑的话断打 沾上拐回 实战白棋 于情往这儿去吼一个 这个时候好奇 这个黑棋想杀的话 那也只有先刺 然后呢 白棋冲完之后 这么一挤 先把这个断给补了 马上联络 黑棋半断 然后白棋 往这儿一打吃 黑棋就头疼了 你要是沾回这颗子的话 那白棋左边一冲 显然你挖不成立了 被白棋打吃通了 实战黑棋站这个左边 那白棋往上一提 这个地方还被白棋要搞出来一个结 你要是打吃的话呢 直接开结 这个棋长一尺 是无眼自活 而且七长一尺的话 这个结材也是非常多的 本身结一堆 比如说这种打 对吧 中间的打 再包括底下的这种靠 一堆本身结 所以说黑棋去打这个结 那就这个 纯粹的是杀不了 实战 柯杰先冲了一下 这个冲呢 是防止白棋以后的这个段 白棋沾上 然后黑棋右边搬 这里一通搜刮 白棋打吃先手 沾上两眼火棋 下一手棋 真的是让人 拍案交绝 刚才我们讲的 黑棋上边打是有个结的 对吧 你要是不管的话呢 那白棋又可以在上边坐眼 比如说你黑棋走下地方 是吧 白棋最笨的 这个打持 这个冲 断 你再断打 那白棋直接就low回去了 这个就看得非常清楚 那黑棋怎么办呢 实战黑棋下出了这个 一路跳 这一手棋 完完全全是一个一路鬼手 而且看到这个一路跳 不禁让人想到前段时间 柯捷对战 寒一州的 又一盘棋 也是下出了一个一路鬼手 好像也是一路跳 然后瞬间改变了这个 巨龙对杀的这个 结果 这盘棋如出一辙 这个一路跳 妙在哪里呢 首先啊 如果说这个白棋 走下地方 以后黑棋是可以打上去的 或者说就直接立 这里黑棋就是可以连回家的 首先解决了这个结的问题 除此之外呢 黑棋脚上有这一猴 有了这个一路跳了 那黑棋猴一个回家了 不管你白棋怎么去 怎么去走 黑棋都有办法 而且这一猴脚上啊 又做出来一眼 所以说是让白棋 非常难受的一手棋 我们先看这个实战就知道了 实战白棋还是上面打 然后底下飞 现在白棋也是这个 两头顾不顾来啊 其实中间大龙想做活 不止实战一种方法啊 也可以先尝 尝一个底下靠的先手 再飞 黑棋靠断的话 白棋可以小间去做活 因为黑棋挤 白棋顶住先手 中间打吃先手 再一虎 再打沾上 这里已经有只眼了 黑棋过来破眼的话呢 白棋左边打先手 再一沾 这样的话两边都是一只真眼 因为这个挖没用了 挖的话白棋断打 刚好也是真眼 所以说这里白棋活的话 压力不大 实战白棋直接飞 黑棋靠断 然后白棋靠在底下 小间就换了一个次序 黑棋挤一个 白棋中间打吃先手 黑棋沾 然后白棋没有选择去做这只眼 还是往中间去打吃冲断 把这个后手眼做出来 黑棋往脚上一路立 继续搜刮 白棋立 然后黑棋往这个中间去点杀 白棋战胜 不过这个时候双方应该都算轻了 黑棋如果说顶住破眼的话 白棋还是有这个中间作眼的手段 这一挤 那黑棋要顶进去破眼 但是白棋底下有只眼 这个地方贴住 你黑棋断打他反打 提到的话不用说 这只眼直接做出来 两眼活棋 顶住破眼的话 白棋可以顶在这儿去作眼 因为黑棋这个子沾不上 接不归 你沾的话他一提 活掉 所以说这块棋已经完完全全的活起了 那没关系 黑棋通过这个不断的破眼 上边提前埋伏了一个一路跳之后 接下来这手猴要了白棋的老命 这个白棋怎么办 下一手棋虽然说白棋有这个断的手筋 但是在黑棋的这个连环组合拳 这个对比之下就显得 黯然无光 这里呢黑棋当然也杀不了啊 你要是拐打贴住白棋可以拐住 当黑棋扳的时候 白棋可以贴在这儿 因为你这个上边的这块棋得联络啊 你得沾 这样白棋就可以断吃这三颗黑子 再打的话白棋提 等你立的时候他两眼做火 所以说白棋有这一招 那实战呢黑棋就直接立在脚上 白棋贴出来 这个贴除了威胁黑棋两颗子 还瞄着右边的冲断 黑棋先沾一个 白棋补掉二路的断点 黑棋再双不及 白棋左边长要做火 黑棋拐头 白棋这手顶 就是为了防止黑棋二路爬毁 黑棋再长 下一手白棋往上冲先手 左边扳完周立做火 那现在白棋两块棋是都火了 但是左上角这里 被黑棋一通搜刮已经不成样子 现在黑棋失控领先 接下来黑棋右下角挤 然后底下点刺 试一下白棋的硬手 白棋当然不能沾 这个沾已经也没了 再被黑棋往旁边一顶 那要死 接下来白棋往上爬一个 黑棋右上拐头 白棋打吃 黑棋长 然后白棋这个立方 走得非常巧妙 就是如果说你只是一路立去做火的话 那就纯粹落一个后手 实战白棋的这个一路点是手筋 这个棋黑棋千万不要挡下去 挡下去上当了 那白棋变成仙手活了 接下来就可以拖先抢关子 因为右上这个眼 黑棋再搬进来破的时候 白棋挡住 已经紧住黑棋器了 你再去破眼的话 白棋咔嚓一段 撕克子 直接被反杀 所以说黑棋千万不要去挡住 实战黑棋搬又是个好棋 双方互相在挖陷阱 白棋也不能断 断的话 黑棋这一粘 那你死掉了 猴的话呢 黑棋再送一个 提的话再扑 假眼 所以说白棋要打吃 黑棋现在破眼也没用 破眼的话 白棋有最初起 黑棋粘 白棋断吃 也是活起 所以说实战 黑棋团住 白棋还是老老实实做活 最终这个都没有上到 黑棋上边贴住 把这只后手眼一破 白棋开始在底下作眼 先沾 这个地方呢 黑棋仍然是杀不掉 如果说你再顶住 去破这只后手眼的话 那白棋中间再一团 黑棋顶住破眼 白棋底下再冲 这个眼就破不掉了 断打的话 他再一场 黑棋这一串 结不贵 所以说这里就像是 完全设计好的一样 让白棋 刚刚好 可以活起 接下来黑棋还是断吃 把这个棋子给收掉 白棋也是下得比较秀 并没有直接去作眼 而是往左上角冲一个 这个棋 好手 黑棋冲出这三颗子 白棋再往底下拐头 黑棋如果说再去顶住破眼的话 白棋可以往中间挤一个 这样黑棋也杀不掉 你挡住的话 白棋在这一沾 你这颗子就不能要了 因为黑棋要是沾上的话 被白棋一断 脚上的黑棋是死棋 我们要注意 因为你要吼一个白棋点 先手 再来一个一路脱 黑棋就死了 你要是一路跳的话 一样的 白棋点 这样的话就爬一个 体调再扑 这个黑棋挡住的话 上面扑 再送一个 黑棋一只眼 而且跟白棋 这个中间大龙对杀 气肯定是不够的 所以说这里黑棋还是杀不掉 实战黑棋左边拐住 彻底联络 那白棋底下打吃做活 这样的话就彻底受关了 虽然说黑棋这个杀招不断 最终也是没有杀掉白棋任意一块 但是通过攻击 也是获得了海量的这个收益 这个时候差不多黑棋 就一直在盘面十几目的样子 接下来受关 黑棋底下冲 铺一个 二路透点 爬回 那以后白棋脚上 还要再提 补一手 实战白棋右边联络 黑棋底下团住 白棋粘 黑棋几个先手 再粘 这个地方白棋也必须要补 你不走的话 被黑棋这个长一个 这已经出去了 底下一打 再一打 尾巴掉了 实战白棋提 黑棋打吃 先手 右边再打 白棋靠下来 黑棋顶住 白棋右边提 黑棋左边 虎一下 脚上提 白棋一路长 黑棋站 走到这 白棋认输 这个盘面十几目 是无法撼动的 那这盘棋呢 也是相当的精彩 在下到中间 双方一直在这推土机的时候 其实局势还是个误开 转折点 刚才我们已经强调过了 就是白棋右下脚 这里破空的手段 如果说白棋 能下出现在流行的 这个碰心位 再搬下去的下法 那白棋也不至于这么苦 实战 白棋辛辛苦苦 在脚上坐眼 结果被黑棋中间 这么一点 威胁白棋两边 这个时候白棋 已经很麻烦了 最终右下 活棋中间 这根棍子 被黑棋断吃 断开 然后黑棋又下出了 连续的妙招 特别是左上角 这个三路拖 还有上方 这个一路跳 都是非常惊艳的 这个手段 也是依靠 这个强力的 后半盘的收束 最终让白棋 无能为力 好 那这盘棋 就给棋友们 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